這是一個娃娃 小熊娃娃 這個娃娃 是小熊娃娃 我也是這樣 然後你一直狂摸 館長的大腿的時候認識你 摸摸大腿的三個字 對我來說真的太扯重了 這是我擺脫 山頂洞人的第一步 可是我真的 有點小複雜 因為我隨便碰一下 就跑掉了後 王世堅今年4月 正式脫離山頂洞人稱號 擁有自己 人生第一支智慧型手機 成為網友熱烈討論的事件 但就算他手握智慧型手機 身上依舊不忘帶著多支傳統工具 青霜口袋擁有一排筆跟白紙 唉唷 帶一支筆是同學 兩支筆是老師 三支筆是作家 四支筆是賣文字的 帶五支筆是王世堅 節目中最猛問政團 在質詢王世堅時 送出專屬於他的禮物 他卻誤認以為是蘇貞昌 今天換我來送你一個禮物 你要送什麼 這是一個娃娃 小熊娃娃 這個娃娃 這是什麼娃娃 還好你這邊有一個韓字 要不然我還以為蘇貞昌 黃國昌近期場與館長合體同台 面對犀利問題被搞得不知所措 如果沒有這個節目的話 可能這輩子都不知道你是誰 你不曉得是蘇貞昌 正常正常 然後你一直狂摸館長的大腿的時候 認識你呢 摸大腿這三個字 對我來說真的太沉重了 哈哈哈哈 黃國昌霸氣勢犯 國師問政 用兩字通罵小朋友引來全場歡呼 駝背駝背的孩子 有冰有冰 駝背駝背叫他那個 不要不要駝背他又挺兇 你用那個一樣的語氣罵 有冰我跟你講 你年紀夠大了 做任何事情自己要負責任 你如果希望你的體態好 我今天給你最直接的建議 不要再駝背了 做好 想要揭秘更多政治人物 不為人知的秘密嗎 10月30日記的 鎖定公示 哈囉 你給問嗎